湯汐車就有 民間就有一句話 人要窮 燒狼窯 你很有錢對不對 你燒狼窯看看 就是讓你從很有錢燒到一文不值 你就都不必燒得出狼窯紅出來 宋朝的時候也有一句話 萬貫家常不如君窯一片 沒有萬貫家常 也都燒不出君窯的那一片紅色的色彩 今天我們轉到蔡先生 他的這個收藏室 繼續拍康熙盛世的精美的陶瓷 他的收藏都檔次比較高 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所以我們把它細分成三個片尺 精品不簡單 這是我比較有興趣收藏的一些 因為以前接觸過的東西都比較唯美主義 康熙是一個很特殊的皇帝 那我們從他的青花開始談 今天要錄製的話 大概就是青花跟丹瓷釋 再來就是樹山的茶 這件青花我一看表面的釉 或者胎圖很精緻 沒有看到任何的毛細孔子 它是畫這個官員初巡 然後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呢 又是一個文人的味道下棋 所以是兩個 有時候它是這樣的生活 有時候是這樣的生活 可能它是把這樣把它融在一起 所以這個敘事師是從抗氣開始一直來流行 流行到下來 然後這個底下明顯是沒有看到寬 不過這是很明顯就是青花就是抗氣的東西 然後這個氣型喔 會誤以為是什麼東西 也是大鼻桶 但是很大 其實這不是鼻桶喔 這是屬於書畫桶 卷軸嘛 不會很大的 這樣卷軸 它不是有的卷軸 尤其是那種捲起來的那種書畫 應該是 有一個斜度的話 是我們現在用的紫屑桶 所以康熙很喜歡老闆姓根枝下棋 他這邊是 這邊官員來講 他有這個賢富下棋 然後這邊就是說下根根田的意思 這個青花特殊的地方在於 康熙的青花的材料是獨樹一格 可以說它是空前絕後的 它的青花也除了用蔗青以外 摻了一些雲南的豬名料 所以它顏色比較豔 它有深淺 像國畫一樣 它有墨芬五色 所以說這種詞以前在國外來講 就是說認為是康熙五彩 這個叫做康熙五彩 其實它只是青花的一種葉 它分種深淺分為有層次感 這種畫法在國畫裡面叫做虎劈村 這個胎它的特點是糯米胎 但有些人有時候是把那個乾隆的 雍正的甚至宏武的宣德的 都說一看 你看糯米胎 一聽它講這話 我們就是外寒 所謂的糯米胎 只有指康熙的這種 比較大件的瓷器的胎圖 你用放大件60倍以上一看 它呈現像風乾的糯米一樣 這糯米胎的字 誰形容的呢 就是以前那個孫銀舟 介紹康熙瓷器的時候 形容它胎是糯米胎 所以糯米胎只是指康熙的瓷器 不是指任何一個 沒有說別的朝代 你說個什麼乾隆是糯米胎 那就是外寒 一聽就是外寒 明末清出的氣形 對 很流行 那時候流行的 它的青花的花色 以我的潛見 就是明末的味道很濃 這個畫片非常漂亮 這三節畫的都是非常細工 第一節跟第三節 是農耕魚耕 耕目的民間景象 中間這一塊 是一個文人的 博古的 那種賞丸的 居家的品味 這個底叫台階底 這也是康熙開始的時候 比較流行的 它台階底好幾種 有一種 有三千 有三四種都有 對對對 這是一種其中的一種 這種也是所謂 隨糯米胎之類的 因為大件都是 拉進去 胎拉進去 有個名稱叫挖竹過肩 它的這個色胎 非常滑潤 所以一般講就是 康熙在盛世的時候 它那個胎的 韜鏈的功力是非常高 那也是非常高 其實崇禎到康熙 十年之間 民謠很盛行 但它民謠燒衰的 就右面就沒那麼漂亮 它右面它也胎比較粗 右面也沒有那麼細膩 就算是官搭明燒的話 它等級也是很高 比較民謠的話 它的顏色會帶灰黑色的 更重 對 灰黑色的 那這個比較接近 比較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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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很出名的就是 單色釉 很多種的單色釉 紅底的特別出名 那麼這一件小巧玲瓏 也不算中間 稍微接近 算是中 中小劍 中小劍 但是非常細緻 看不出一點疙瘩 潤滑 非常潤滑 是很漂亮的一個官窑 款式屬於六至三行 三行款式比較 像康熙有款式比較早一點的 早期的 紅油是非常難燒的 而且康熙就有 民間就有一句話 人要窮燒蓝窑 你很有錢對不對 你燒蓝窑看看 就是讓你從很有錢燒到一文不值 你就都不必燒得出蓝窑蜂出來 宋朝的時候也有一句話 萬貫家場不如君窑一片 你有萬貫家場 也都燒不出君窑的那一片紅色的色彩 宋輝中的官君窑 就整個都是紅色的 因為民窑沒有整個紅色 民窑只是一片紅 一點一點紅而已 它的燒成的溫度範圍很窄 1250到1280度 大概是四五十度之間 所以這個顏色是 顏色 這個是薑豆紅 這屬於薑豆紅 像你說薑豆紅 或是這個什麼 一定有帶一點綠點 他們才承認是薑豆紅 那麼這個東西到底用什麼用途 就是喝酒還是茶花 裝酒的 如果給我是一定裝酒的 剛剛蔡先生講這個名稱 具體名稱一般講 叫來福尊 那麼這兩個氣型相近 它就是除了它這個紅以外 它蠻布出很漂亮的 像葵萃一樣 這個柚料裡面 是不是有掺杂葵萃進去 就好像那個永樂的白尺 永樂的甜白 一定是加入那個南洋豬 這個兩個款都是屬於三行 六至三行款 那這個就是屬於窯便柚 它是綠的發的太多了 燒紅柚為什麼會發綠色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火溫的關係 其實沒有加什麼特殊的金屬礦物 它當初也要想把它燒成紅色的 一次升溫到1250度以上 到1280度之後就要降溫了 如果溫度再繼續燒下去的話 紅的就飛掉了 所以紅色就沒有了 如果不到1250度以上的話 它的紅色發不出來是發咖啡黑的 其實溫度很難掌控 以前沒有溫度計 不像現在電腦控溫 以前就是完全靠著 遙宮的師傅用那個火罩 勾一個就是有個試片 勾一個出來看它的溫度 溫度不夠再供火下去 當時沒想到供火 跳下去燒的話 但是氧氣不夠 這個時候溫度不夠的話 就產生綠點 不是很成功的一個上火 但是出現這個變化 變成這個反而有些 因為這種綠色不容易燒得出來 變成反而他們稱之為蘋果綠 所以反而變成江多宏之間的一種極品 所以這個不多? 不多 很少很少 我燒那麼多 我四五十年都看到這麼一件 這件如果在宣德那個時候 要保濕紅 以我們自己的眼力該看 它閃爍了出來那種紅的花質 所以帝王將相喜歡這種顏色 主要是它難燒 燒得這麼紅 你其實它燒這種紅柚汁 江多宏什麼紅 都是希望燒成紅柚 沒有想要吃 基本上沒有想要吃 不過它拉的 你看這個 又有這個青絲 用手去碰 你會知道 拉配的那種不順暢 手工的那種還感覺出來 你手很容易 很容易的感覺 所以在這個方面 我們精密度沒有很好 年代的特徵就在這裡 對 它這個是香的 就是一個苗筋 那這個苗筋的 它功力比較深在哪裡 紅柚到這邊 我估計它是整個柚底全部刮掉 對 在苗筋 在苗筋它可能要 要苗了 苗了五成八成的 不知道 苗很厚 對 所以它維持跟這樣 維持一樣的平 這是這個 我們講這個細工 口言就是 燈草口 跟宣德那時候 季藍季紅 都一樣 也是一個燈草口的味 它屬於幼下材 它底的環 不會整個做白的一片 稍微給它 它有一點那個勾芽這樣的脆片像 給它有一種味道 又有味道 然後加上這個 康熙的這個金款 看過康熙雍正乾隆 最早是明朝的宣德有看過 明朝宣德有金款的 那種藍色的 就像那個什麼一樣 深層很難形容 那個非常漂亮的那種藍色 所以你看過它是青花 對 青花 宣德的青花 但是底部下金款 宣德是有發明蒜頭金 所以說比較比明朝 明朝的金款都很容易掉 到宣德的金款就不容易掉 它是用蒜頭金 康熙的時候它金是更容易 它是用上膠 它是用五彩的方式 是黃金磨成粉末 再上膠 然後再塗上去 再烘烤 可能一次不成 再兩次三次 你剛才講的好幾次 這樣讓它燒得很 金光閃閃 不容易 然後還有 我看有拋光 它拋光不是一般 它是用那種瑪瑙刀 你如果說金戒指用久了 不是很亮的話 你瑪瑙刀刮一刮就很亮了 宋惠宗的君堯裡面 有所謂的牛血紅 但是我沒有看到真正的牛血紅 那我到康熙才看到那麼紅 才發現到牛血紅是這麼一個紅法 它有這個暗刻 龍蚊 這邊也是一隻龍 一龍 雙龍 雙龍搶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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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個很細工的一個黃釉器 也是官窯器 那麼我們還放的這個紅釉這一件 就是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個器型 差別不大 所摸下來在這個底竹 一樣的光滑 明清來的時候 一般來講都不能用黃釉 沒有皇帝的特許 不能用黃釉 那這個黃釉 在康熙來講 有兩種發色 土黃土黃的 它是用鐵發色的 你用放它進去看它 它有一點鐵離子的結晶 一點一點 黑一點 還有一種發色 用鐵 氧化鐵 鐵黃發出來的顏色 比較偏黃色 像檸檬黃 我們叫做檸檬黃 那氧化鐵是從康熙後期 有法郎采的時候 才用得到的 進口的 中國原料裡面有鐵黃 只有從傳教師那邊 進口的一些氧化鐵來發色的黃色 它不是用在這個 單色衣服跟法郎釋上面 我都不喜歡我的東西 菇品 菇品是糟糕的 菇品會被人家攻擊 哪有這種東西 不會了 不會了